胡人的演员工作已经基本上完成了,不会的引进大牌球员,而买段洛尔邓空出的一个名额,也暂时没有立即填补的计划。 胡人这个夏天除了千月星星外,主要的演员是詹姆斯、隆多、比斯利、史蒂芬森和麦基五人,在这些人中,麦基年纪最低,年纪最小,但他有望制造最大惊喜,并不是说麦基能发挥最大作用,而是说,他能比大部分的人预期有一个飞跃性的突破, 麦基连续两个赛季帮助勇士夺冠,并且赛季后赛发挥了大作用,但是他仍然被低说,人们总是先入为主,低估他的能力,无论是2017年夏天,还是2018年夏天,麦基都没有得到预期的合同,只能拿老将底薪合同。 但是事实上,麦基这两个赛季展现出来的能力远远高于底薪合同,勇士主帅格尔也在这个夏天承认,他低估了麦基,在他来勇士之前,我对他一直都有种先入为主的偏见,但事实证明我错了,他这两年的态度一直很积极,为球队贡献了很多。 当他在今年总决赛上得到首发机会时表现得非常棒,赫尔表示,过去两个赛季的麦基绝对不是五大勇MVP,而是成为勇士多决冠军的重要拼图,上赛季常规赛麦基场均只打9.5分钟,但数据并不差,得到4.8分2.6篮板0.9盖帽,如果换赛成每36分钟,那是场均18.1分,9.9篮板3.3盖帽。 勇士在今后赛逐渐中,用麦基,尤其在总决赛甚至让他首发,麦基总决赛场均出战13.5分钟,得到8.0分2.3篮板1.3盖帽,投篮命中率80.0%。 其中总决赛第二站他迎来职业生涯首次总决赛首发,六投群众,得到12分。 他成为了自1960年以来,第8位总决赛历史上单场出手至少6次,命中率100%的球员。 麦基在这个夏天并没有选择和勇士许约,而是加盲虎人,等于是放弃跟随勇士三连挂的机会。 但是,他做这样的选择其实,是为自己更好的未来考虑。 如果留在勇士,他虽然有更大的机会再拿一个冠军,但他的场均上场时间可能还是在10分钟左右。 2019年夏天,他可能还是底薪中锋,但是加盲虎人,他有机会当首发中锋,上场时间可以提升到20分钟左右,才能打出更好的数据。 2019年夏天有啊拿到更好的合同,麦基不缺冠军了,那么趁着还能打球多挣点前更为实际,麦基是个聪明人。 他在这个夏天一直在苦练,包括中远头,新赛季胡人有很多超级传球手,他能得到大量的空位机会,可以预期,麦基甚至有场均得奔上双的机会。 毕竟胡人就他一位比较有经验,而且除在当打之年的中方,麦基有望成为詹姆斯身边的好搭档,他的放手能力出色,吃品能力很强。 如果胡人要想在新赛季打出好成绩,麦基的发挥很重要,胡人总裁魔术师聚用了,老将底信就说动麦基放弃和勇士输归,偷奔胡人。 这样的抢人行径绝对不信色火箭总经理莫雷,因为引进詹姆斯的缘故,魔术师是先赛季最佳经理人的热门候选,而麦基、龙多、士蒂芬森、比斯利等操作,将为魔术师冲击长相添加把马。 。